请问一下大家听到听得到我声音吗 没有问题很清楚 然后那个画面有看到是notion的画面吗 有有看到 全公认30到36 好谢谢 因为我现在有点不知道怎么显示notion 不是那个room 看不到大家 如果只有一个萤幕的话确实比较辛苦 因为就疫情期间这一个萤幕开会 然后要做事其实确实是蛮麻烦的 我现在都直接笔电 然后外接一个萤幕这样子 双萤幕再处理比较方便 不过因为我现在我现在人不在台湾 对我就带notebook出来 哦辛苦了 不会 那就忙讲吧 如果有有等一下等一下开始之前可以讲一下 就就就就如果有想要确认或怎么样的 就大家出声提醒就好了 有了我还是有准备啊 就但是就怕因为不是我不是一个我算一个比较之前的的学习者 所以怕讲错话再请大家帮我补充一下 别担心你绝对没有我之前不用担心 没有没有没有 可以请问一下现在目前有几位朋友在里面 呃我这边看到连连克里斯就是连你我的话 总共有四位 所以可能要再等一下 对可能还有三位左右 嗯 因为相当多学我按返回会议也不让我按 怪 还是如果不介意的话就干脆直接分享整个屏幕这样子就不用管视窗了 哎我现在应该你有看到我的我的那个顺便 有我现在有看到你的VS code 哦那其实我是整个我是整个分享 然后现在是notion 对只是只是我现在没办法切为Zoom里面的那个模式 我看不到我们大家开会的时候的那个画面 他不知道我的Zoom怎么了 他就到这个页面 奇怪 没有啊他这个正常啊 他的本来就是这样子 哎他其实有一个小的我记得有个小的icon bar的吧 哦好他会躲在上面吧 哦 好 有个小的icon bar然后你可以点他然后他会变成一个小区块一个小区块哦 有看到 一个block一个block 但是我是觉得那个还蛮妨害 对没错 所以我是觉得也不见得要开了 好 我真的觉得大家可能现在你既然有讲说你只有单萤幕 那就大家有问题用可能可以稍微发问吧 用发问的方式这样 哦好 对啊 因为我看不到大家所以会比较害怕 所以我觉得那个不是太大问题啊 因为我自己之前是这样子 好感恩 不会不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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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再等一分钟 好那时间到我这边就先直接开始哦 OK 好谢谢 那这个礼拜的话章节是从第30到36 那其实它是延续着上一个章节提到的就是不同的Data Type 那这个章节的话我们一开始先讲到是SETS 就是它中文我们先用集合来讲 那在这个这种资料形态里面它是它会用大刮壶去把资料去先刮起来 那里面的资料的话是不限各种资料的 例如说可能是字串或者数字等等的不同的资料 那但是在这个资料形态里面它是组合 所以它会有一个特性是组合是没有重复的 所以它会自动把一些重复的资删掉 例如说这边举例的 如果这个SETS里面存121 那因为12两个1它其实会视为是一个1 所以重复的1就会被删掉 那这样才符合组合的概念 就是组合它就应该是每个子都只出现一次 那这边老师有提到说这种SETS在列印的时候 数字会有小到大排序 那文字则不一定 它这边其实讲不一定 我这边也没有测 但是也许有可能是依照那个文字的 就是Astima 也许是Astima的那个顺序去排列 但是我相信这边应该不是太重要的重点 好 所以这个SETS的话 它本身也是是CodeByReference的形式 那后面会稍微再再提到CodeByReference 好 所以等一下 我看一下 好 那这边的话对一开始的话 因为这个这个DataType 它其实跟Dictionary就是字典的那个形态有点像 就是它虽然也是那个Dictionary 它虽然也是用大瓜糊 好 所以有时候会会搞混 其实我自己刚开始学太快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想说 这个Dictionary到底里面是哪一种资料形态 我都要想一下 所以我就把这边稍微再把它写下来 就是如果在Dictionary 它在宣告这个物件的时候 它是直接用MySETS等于一个大瓜糊 那这种资料形态 它的宣告就是这样的一行程式 对这是那个Dictionary宣告 但是如果是SETS的话 它是用Function的形式 所以它在宣告的时候 它是要写上SETS加上一个小瓜糊 这样子 所以这是两者之间的差异 然后再来是 像这边SETS的话 其实刚才有提到说 里面的资料形态是不限各种资料形态 所以你有 你也可以这个宣告的时候 直接就是把子赋予进去 好 那这边的老师提的案例就是123214 那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123214里面 就重复了那个1跟2 所以这时候如果在print出来的时候 它只会显示1234 然后按照字母的数字的顺序去排列 好 那再来是LISTS 它可以被SETS去转换成SETS的形态 那原则上LISTS就是阵列的这种 这种阵列 好先讲LISTS的形态好了 那这种LISTS的形态的时候 也可以直接用SETS 然后直接加瓜糊 把它强制的转换过去 那转换过去的时候 就会符合SETS的逻辑 就是东部流 它是紧留不重复的字 对 这样是SETS的 那原则上它的定义还蛮单纯的 那所以接下来就开始提到说 SETS它可以用到的函数 有方形有哪些 那例如说可以用 add就是增加 那它的用法就是SETS点 就是路上后面这一串程式 这样子 那基本上它是依序的把那个 新的物件把它加进去 对 由后面这样加入进去 那CLEAR的话是清掉所有的SETS里面的物件 对 再来是COPY COPY的话就是SETCOPY 就是把这一整份的SETS里面的物件 复制出来 那DISCOPY是删除特定的物件 就是你如果很清楚 你要删掉 可能一二三四五 里面的五 那你就是记得 就是把后面的五加进来 然后去执行这个程式 那再来是SETS 它可以改编或改编SETS 这个其实就是SETS的建立 SETS的建立 然后或者是强制的去转换形态 那底下有他的就是老师的举例 对 那原则上我这边其实应该要把那个outputs写出来 那不过这边的那个其实还蛮单纯的 我们可以用逻辑判断一下 就是说 先宣告了一个SETS 然后依序的加入二一三 然后再把三拿掉 然后三拿掉之后再把 再把全部都删掉 里面所有东西删掉 所以这个然后再把最后的这个S的SETS 呃就是列印出来 那里当然讲 因为他最后已经把他全部的 那个clear 掉 所以有可应该是说他最后列印出来 哎 从这里等一下 对他最后列印出来的时候应该就是两个大瓜 我就是空的一个集合 等一下我这边 怪怪的 好 对 可能应该是这两个大瓜 好 那再来的话 第二个MESA的章节的话 这边提 老师有提到说 这边提到比较偏向那个 就是离善数学里面的集合的观念 那虽然离善数学我学过 然后大概也知道在在学什么 但是我坦白讲我不太确定离善数学 它本身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总之我们学了很多很多有逻辑的东西 然后就是要从这些东西去计算 不过其实我觉得这跟离善数学没有太大 应该说不用懂太多离善数学 也能理解这一段 因为这些东西在我们过去生活中 其实都有接触到例如说 第一个是那个交集 intersection intersection的话你把它想成 它概念就是 有点像是A-B的概念 或者是5-3 就是两个集合做相减 对 然后待会我们会举例 你先知道它是相减 然后再来是differences 是差几 就是不同的 有差异的把它显示出来 然后不好意思交集这应该是交集 对我好像看错 intersection 应该是intersection 对抱歉 第一个应该是交集 交集的话就是 我们以前在做那个很多的数学的时候 就是画两个大圈圈 然后这两个大圈圈里面有碰到的 就是有接触到的面积 那个就属于交集的部分 那插集的话其实就等于没有碰到的其他地方 就是属于 插集这个插集才是我刚刚应该是我刚刚讲就是那个 A-B的概念 然后交集是指两个有接触到的地方 所以它是用那个end的概念 那最后的那个连集的话 其实就是最大面积 就是两个那个范围的取最大面积这样子 好 那这边的话 老师的举例是像这边有一个A跟B A是1345 B是3478 那如果今天是做那个differences 就是插集的话 你要把它想成它就是A减掉B的概念 但是A减掉B 你看1345 3478要怎么减掉 其实它的减法很单纯 就是把两者两个 两个集合里面都有的元素 先把它删掉 然后删掉之后只留下 A的元素就好 因为我们要做的第一个是A减B 所以A的这个集合 它会去看B的 跟它有重叠的是哪些 是1跟3 所以抱歉是3跟4 所以是3跟4这两个 然后就把3跟4删掉 然后剩下一跟5 对 那所以反过来的话 如果今天是B减A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3跟4是交集的部分 那就剩下7跟8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A difference is B 然后B difference is A 它的output就是等于下面这里 所以就是把交集的部分剪掉 然后再来是intersection的话 就是交集的部分 那A跟B的交集 或B跟A的交集 其实是一样的概念 就是它们两个之间重叠的部分 那重叠的部分就是 3跟4 对 所以这两个不管它谁写 谁写在前面跟后面 其实没有太大差异 那连几的概念也是一样的 就是取这两个集合的最大范围 那最大范围其实就是把两者相加起来 然后记得相加起来的时候 要把重复的项目做删除 对 因为这个就是那个集合的 它的一个概念就是不重复的 所以这边其实也算蛮清楚 蛮简单的 好 那再来又有三个那个方讯 这三个方讯 其实它是属于比较像是 判断两者之间的关系 对 所以它的写法是 is disjoint 是 superset 那disjoint的话就是有点像那个资料库的概念就是没有两边的资料有没有就是disjoint 就是没有关联性的 那所以它的这个写法就是 那所以它的这个写法就是touple然后is disjoint的另外一个这样子 那如果有交集的话它就是true 没有交集的话就是false 我觉得很像是那种true or false yes or no 这样的概念就是直接去判断 所以底下的子集合跟母集合也是一样的概念就是子集合的意思就是我的元素有没有包含在母集合或者是上层的集合里面 就是理论上我的我的这个集合数数量应该是更小的然后而且是完全相呃完全是在上层的或母层的集合里面对 那这边一样有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下 是 那个你刚那个is disjoint那边可能有讲错了 因为他is disjoint disjoint是平行的意思就是没有交点 哦平行 所以它是它是刚好相反 所以is disjoint是表示说就是平行 那平行的话它就是没有交点的话是true 没有交点 它有交集交点是for 哦所以是反过来 对对对对你刚好写也不写反 好好好感谢 没关系我只是刚好稍微想起来 然后刚刚你还有一个地方稍微讲说就是那个set的那个空集合的话它一样是set的括号 如果你两个大括号的话它是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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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真的会搞混 没关系没关系 这个set的部分 所以我这边也把它写下哈就是set的空集合还是用大括用小括号 然后那我这边待会再补充 没有没有没有 是它那个set的空集合是set括号 就是你上面写的 你上面有个警字号 对 你上面有个注解那个在s.clear那边啊 你的靠旁边 s.clear对对对对对就这个 哦这边就是 s括号这样子 这样就是空集合 这样是空集合 对对对对对 那如果是自典的话还是两个大括号 不好意思您刚才说那个如果是 对对对对 就是set的空集合就是这样set的括号 对然后如果你是字典的话 对字典的话就这样 这个的话是ditionary的空集合 好感谢 好先写下 然后这个是平行是否不相交 是否其实跟平行概念是一样 然后只是我这边前后讲反 就是平行 好那继续讲就是 我看一下 好所以老师这边举的范例来讲的话 如果说 这边有两个A跟B的那个集合 然后去要去判断说 A跟B之间到底有没有平行 所以以这个来讲的话 看一下 这个其实它应该是有重复项 所以他们之间应该 第一个output出来 应该有交集所以为false 那第二个的话 A这个是否是完全就是 因为我这样讲好了 就是subset跟superset 它要完全包覆 那所谓的完全包覆指的是说 你不能部分 你不能说部分说像这个一三 不好意思应该说三四好像被包在里面两个 但这样不是 你要完全包覆可能就是要像是 呃 例如说剩下三 那三很明显三就是在 呃A的三就是在B的三四七八里面 那这个A自然就是B的那个子集合 对那反过来讲B就是A的那个母集合 那这这个就会成立 对如果以这个案例来讲 那那如果回到老师的案例来讲的话 就不会成 像这个案例就不会成 所以底下就是 所以这个案例的话 如果他不会成立的话就是false 对以老师的这个案例来讲 那讲到这边如果有问题大家可以提出来 那没有话我就接着继续讲 好 再来是有一个是布林子 那布林子的话 其实他只有两个子 就是true或false 就是是跟for或对跟错 那这边必须要留意的就是说 true或false他必须要大写 这个也是python里面的那个constant 就是常数的规则 那在python里面老师其实还提到一个 一定要大写的 手字大写的就是这个 那他也是一定要用手字大写 所以如果你回传 你如果你是在写程式的话 你想要表示他是布林子的话 一定要记得是用手字大写 如果你没有用手字大写的话 那他可能就是呃 这个就不会是你想要的答案 他可能呃也不是自算 也不是什么 就是可能会是跳触这样子 好 那 所以以这个来讲的话 这个就是xy印出来 他print x 跟 y 我有点忘记老师 这边当初这个举例有什么特别的吗 这应该就是单纯 就是布林子而已 这个这个就是正确的示范 x 等于处 y 等于false 然后今天把它练出来 他就会等于处有false 这个这个他不是自串 所以所以他就是正常的练 就是正常的处有false而已 对 方便我帮你补充一下吗 好 请说其实布林那边 可以提醒大家一个重点 就是Python其实所有的object 都有布林子 那除了0跟non是false以外 所有只要非0跟non以外的object 他的布林子全部都是true 这一点还蛮多 以后可以利用的东西 这个是为我在我在那个写一些判断是后 像那个if 我看到一些写法是什么if 然后他就直接 对对对对 就是if a is if force之类的 他好像连 is force 他可以这样写 因为他们有时候你看到这种 这种 他的这样的写法 其实就是 他用他当做布林子来看 对对对对 我觉得写法满特别 但是我还还没那么熟悉 没有这只是提醒大家一下 因为这个这个东西来这个观点还蛮重要 其实不然布林子其实没什么 嗯是好 我这边先把它写上来 那 那接下来的话 下一个章节的话 就是程式注解 就是我们 我们在去写程式的时候 其实 除了你自己想要写的一些程式执行码以外 有时候还需要对这段程式码去下一些注解 那或者说说明这段程式码 他的运用 可能针对整段程式码他到底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或者是说个别变数参数等等的 他是想要 呃 引用哪些东西 就是对这段程式码做一些比较详细的说明 那老师这边有提到三个就是优点 第一个是 写的当下的时候 自己本身当然很清楚这个东西 是什么 可是过了三个月之后 很容易就忘记说当初的这个写程式码里面的这些原有啊 脉络啊 他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写下来其实也是一部分提醒自己 那再来是另外两点就是 让 呃 因为开发过程中其实会有很多的协助 同仁啊 如果在尤其在公司的时候 所以这个程式 自己的程式码有注解 也可以让别人更加快速的了解你的程式码 那第三点的话是说 如果今天你的程式码未来会推到那个DHub上面 就是呃 就是放在一个公共空间 然后是你个人的程式码的时候 呃 有这样子的一个comment跟注解 也可以帮助其他的用户去了解你的程式 那如果在那个VSCode里面 他的下注解的方式其实就是 comment加写线 或者是windows的那个control加写线 那他下注解的过程中 其实他是在 这一行程式码的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 就是你要在第一个字 或者最后个字 最后一个空白也都可以 你只要按下这段指令 就是comment加写线的时候 整段程式码前面就会被加上一个紧字号 对 呃 就会像我刚才的 刚才在讲这些东西就是呃 会有个紧字号 对 那这个部分是程式码在注解的一个用法 那再来的话呃 老师来提到一个是那个 type trading type trading的话它是一种就是debug 就是想要找出问题的一个方式 那原则上这个这个函数叫做type 然后刮虎这样子 那他用法其实很单纯 因为他是一个内进的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也不用特别的去做宣告 那抱歉 应该是不用做特别的那个import进来 好 所以老师这边举例是说 x等于wellson的一个字串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直接想要知道这个 x的那个形态是什么 所以就对他下一个type x 那output的时候就会是一个class 它的这个类别是属于str 就是stream 对 因为当初在宣告这个x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字串的形式 那output出来就是一个string 那另外一个是y等于2.0 那当然这个就是一个float 就是一个浮点数 具有小数点的浮点数 那再来就是老师有补充的一些观念 但是这些观念 其实先知道就好 因为不一定会用到 或者是说 未来比较晚一点的时候 可能比较进阶的时候才会知道 那第一个补充知识是老师有提到说 在python里面会用nj来表示一些复杂数的运算 例如说3j 这个nj其实这个n指的 就是我们以前在学数学的时候 有一些什么 那个nj就是一个数字 就是一个常数数字 那原则上 可能就会像这个x等于3加4j 然后y等于5减7j 那你要把它练出来的时候 python就会把它做 去做相加计算 就是3跟5 相加 然后减掉那个7j加上4j 然后就变成8减3j 那但这个东西 其实跟我们以前可能国中学的数学 其实都应该是一样的 只是具体来讲 它会用在python哪里 我目前还不知道 因为老师就先讲这些观念 这样子 那再来是none的部分 那这个none的话 python的none其实等于很多的那个 可能其他城市语言 它可能是用none的意思 就是它可能就是一个空子 对 那老师这边在 老师在说明这个none的时候 他有先提到一个范例 就是说今天我们先宣告一个那个hello的一个function 这个函数进来 然后 这个函数里面它会去print一个hello 好 接下来 真正要执行的程式从这里开始 就是printhello 那因为这个hello 它其实中间没有去做那个 它没有去宣告它的方法 就是它其实没有 它不是去执行这个function 对 所以它如果不是执行这个function的话 其实 这个这样的output出来 对 它只会去 呃 电脑会告诉我们说 这个function 它实际存放在记忆体的哪一个位置 因为它这边其实就是printhello 它并不是要特别执行 它没有带后面的刮户 所以它没有直写 它就是 它单纯就找到hello这个东西 然后hello它存在记忆体的哪一个位置 那未来大家在写 那个 我相信大家在写python的时候 有很常看到就是 呃 有时候会出 应该说 呃print出来的时候 会是这样子的一行文字 那这一行文字的话 其实 它 呃 它其实蛮单纯 就是告诉你说 你现在这个 呃 物件 它是在 哪一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 大家看得比较害怕 它其实是一个16镜位 呃 16镜位的一个 呃 记忆体存放的位置 那 16镜位 它其实是电脑的一些 呃 镜位方法的其中一种 那 电脑镜位方法 一般来说就是可能2镜位啊 8镜位啊 然后16镜位 那 这些镜位法跟人类的差别 是在 差别在于人类是使用10镜位 就是1235789 要到10的时候 大家跳到下一个 那个位元 就下一个可能10位数啊 百位数 那 过敏实义的2镜位 16镜位 这等等 这些其实 呃 它的逻辑也是大通小 一只是它的 背后的那个计算方式 方法有点 应该是说 它表示方法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大部分逻辑都是一样的 那 如果大家有兴趣 就是可以去做 自己去 摄取一下相关资料 那16镜位 其实 最紧张的判断方式 就是去看到它这串数字的时候 对 它里面带有英文字母 对 带有英文字母 ABCDEF 对 这个就是16镜位 它的一个特色 这样子 那 呃 我记得前面的0X 不知道 是不是也是一种 那个判断方式 对 那如果有 有人知道的话 也可以再 再讲 但是这边其实 它不是最 这边的重点 其实老师就趁这个机会 去告诉大家说 你如果呼叫方法出的时候 对 它可能就会显示是 呃 是记忆体的存放的位置 对 所以 接下来老师就修正一下 它的那个程式码 就是把这个加起来 那加进来之后 对 呃 这段程式码一样的 在呼叫的时候 呃 会先执行 print 然后他会执行 hello这段程式 所以要跳到这段程式里面 然后会再print hello 所以 第一个执行动作 是把hello的这个呃 先print出来 就是列印出来之后 但是这段这个方形 它并没有吐出回 它并没有回传任何的值 所以在这里的话 呃 原则上 它会再多带一个none 就是并没有回传值 所以这个就是符合老师讲说 哎 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none 那老师是用这个范例来讲说 你可能呼叫了某一个函数 但是这个函数 它并没有任何回传值 所以呃 你有可能会接受到一个none 的一个值 好 再来是第三个的话 呃 老师提的案例是说 如果在人类世界 在计算0.1加0.2等于0.3 然后再减掉0.3的时候 呃 这个 在人类世界 这个就等于0 但是在python的世界 其实 可能不止python 可能在其他 也许在其他的语言 也会发生这个问题 就是说 会有一些浮点数 二进位的那个问题 那具体这个问题是什么 这个其实呃 老师也没有讲太多 就是说呃 原则上这个比较深入 所以大家有兴趣 要自己唱 那但是老师这边跟大家讲 是说 你如果做一些 浮点数 加减乘数 然后你认为它加起来 可能会等于0的时候 其实呃 在电脑里面 它呃 不一定会等于 应该说 它不 不会等于0 对 只要你有牵扯到这些 那我自己也是 我自己也在那个VS Code 试了几个 就是不同的数字 然后也是小数点的 然后加减乘起来 结果它也是会跳出 类似这样子一个 呃 一个 一个output 对 原则上老师就是告诉大家 有这样的状况 那呃 细节就请大家自己 再去深入了解 好 再来是老师有提到 Python里面所有的 我们之前学到 任何的资料形态啊 呃 从上个礼拜这样的数字啊 自算啊 float 然后list啊 sets等等这些 其实它都是一些 它原则上都是5件 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5件导向的一个语言 然后 呃 这边还提到这个 嗯 老师认为算 就是 还算使用的一个函数了 就是join这个函数 那join这个函数 其实 它的使用方法就是 在list tupples 跟sets 这些资料形态 因为这些资料形态 它是 有点像是 呃 可以存放很多笔资料 的一种data type 那join的目的就是在 这些data type里面 把这些 呃 存放位置 0 到最后一个 最后一笔资料的 所有资料 一一取出来 那取出来之后 再用适合的 子去做连接 对 那底下有一个 范例就是说 像呃 呃有一个list它是abcd四个词 那这四个词的话 他用了一个join的这个 方选 然后使用这一个 这一个直线这个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念 那这个直线 他用来做这个mylist 就是上面这一个阵列 呃这个list底下的连接池 连接连接资源 好所以如果你直接对这个呃 mystrand列印出来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 这样子一个呃 资料长相 然后如果你这时候对他 再做一个type的时候 对呃 他就会 他outputs就告诉你 这个是做strand 所以这边请大家记得一下 就是 透过这个join的 function的时候 他outputs出来 他会把它转换成那个strand的形态 对 所以 或者不能说转换的 就是说这个这个方形 他就是 他就是固定就是 因为他是 他是一个全新的啦 这个mystrand是一个全新的 那透过这个方式 他就是把上面子取出来 然后是strand的形式 对 好 好 那接下来的话是那个 code by value 跟code by reference 那之前我们这样一路 学下来那个datatype的话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datatype 那但是这些datatype来讲 他们在copy的时候会有一些 差异 这个差异 呃 我先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讲 就是 如果你这个这个物件 他本身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单一的这种这种呃 的一个物件来讲的话 像是int啊 然后就是数字啊 浮点数啊 布林啊 strand啊等等 他是一个比较可能长度不会太长 对 他不会是存放很多的资料的list啊 或者是sets啊 所以他的资料相对简洁的话 原则上这些的形态 他都应该说 他他在copy的时候都是用copy by value 就是说 我今天想要针对这一个 a 他是一个int啊 他是一个数字 然后copy的时候 原则上我们会真的 把这个 a等于5好了 a等于5这个物件的这个5 会copy直接copy出来一份 然后可能呃新的这个copy出来 会放到b 所以a跟b虽然都等于 可是a跟b之间是没有任何 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我如果今天对a做加减成组 不会影响到b 因为这两个是各自独立的 所以我这边举例的时候 就是我会去复制一份新的 会会得到一份全新的物件来使用 这样子 但是如果比较比较复杂的 就是sets啊 topo啊list 跟dictionary 他资料量比较多一点 那呃 在那个python里面 他为了节省这些记忆体空间啊 然后跟 跟符合物件导向概念 其实他的用法就会是 用那个call by reference 那call by reference的概念就是 像我刚才举的案例是说 可能有一个a的list 他等于呃1到100 这样的1到100的呃数字好 那如果今天想要copy 这个a那实际上会得到的东西 其实是得到这个原本的a的呃指向的位置 对他其实你就把它想成 他就像是一个门牌号码一个地址 我虽然对a copy 然后copy完之后把它放在b里面 但是放在b里面 其实b里面是没有任何的那个 他没有任何的list b得到的是一个哦指向a的一个门牌 所以如果我们接下来要对 b做任何的调整的时候 例如说我可能增加呃增加那个discard啊 或者是增加一些呃新的物件进去的时候 其实因为b里面存放的是a的门牌号码地址 所以我们只会沿着这个门牌号码地址去针对找到a 然后针对a的这个list去做调整 所以这是call by reference 跟call by value 呃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原则上其实这个做法也就是为了节省记忆体空间 因为你如果真的对呃这种sets啊list啊再copy一出一份出来 然后呃这样子的过程中你可能就会耗尽比较大多的记忆体空间 对那如果说今天真的想要做那个呃copy 我今天就是想要把那个copy by reference的物件去完完整整的copy一份出来 的时候是可以用那个copy这个function来做 但是这边如果你今天是tuple的时候 对你你只能用那个deep copy 对所以这边是呃如果要copy的话 这两这两这样子两个function它是用在不同的datatype 对所以这边可能再留意一下 那再来是资料的排序 那资料的排序的话其实排序它是一门学问啊 在那个资料演算法里面其实有各种的呃排序啊 例如说泡泡啊还是什么呃堆叠还是什么的 就是hip有的没的 但是这些其实都呃在学python的话 呃目前来讲先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在python里面它其实有提供的排序的这个function 来使用那除非说今天这个排序的function不适合你的时候 那你可以自己来制制一个就是排序的function 不过这个做法的话其实并不适合初学者的 因为你必须要了解说merge和合并啊 heap啊 redis啊跟quick这些背后的排序方法 它的逻辑是什么 所以你必须要先把这个东西学好之后 然后再开始来学 那原则上如果你今天没有这种学习的话 其实就是用 拍上里面预设的sort跟sorted这两个function来使用就好了 那这两个function的话我们第一个先讲sort sort这个function的话它呃它只能排list 而且它排的过程中原本的list它被排序完之后 它是会被直接移动的 那我们举例来讲 例如说x等于list321 然后直接执行这个sort的function 对那执行完之后在printx的话 它其实就等于123 对就是针对原本的x里面的321 就变成123了 那这种排序的话就是会强制去 呃呃强制去排序原本的物件 那所以后来Python又有一个新的sorted的这个function 那原则上sorted的function 它是先建立一个新的list 然后来排序 所以它会跟原本的list 两者之间就不会有直接的关联性了 就是原本list还是一样的 可能321 所以新的排完之后是123 对 那底下的这个那个 这个举例来讲的话 呃 我看一下啊 因为我这里写 好 没关系 假设这边有一个list 就是 x 4 2 3 1 9 那我们现在先宣告一个 z 然后他是等于就是针对这个 x 去做 重新的排序 那重新的排序的话 看一下 z x 哎啊这个是旧版难怪看不出来对不起 因为我的刚刚笔记有有更改 哎 所以如果说 假设像这个来讲 我 z 它排序完之后 直接直接那个output的时候就等于12349 那其实这个是 z 跟 x 就完全没有关系了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二个 就是他会建立一个新的 list 然后来排序 那再来是又又宣告一个新的 y 然后经过他也是一样去排序 x 那这边有特别举例一个就是说 reverse reverse 指的是说 呃他就是针对排序的方法 你可以呃有点像降密跟生密 所谓的降密跟生密差别是 呃我们先讲生密啊 生密指的是你把它想 生是 一序的增加 所以一序的增加就是一 二三 这个叫做生密 那降密就是相反 他可能就是从三 二 一 对这个是降密 所以呃所以呃所以在在这边的话 reverse 等于 true 他这个就是属于 他这个就是属于降密 那到时候这个排序出来的时候就是会是变成三二一的概念 就是在这边他就会变成九四三二一对 这个属于降密 那因为原则上如果你今天没有特别去写这个的话 他就是预设 预设的话其实就是生密 对 那如果你今天真的需要反转过啊 用降密的方式才才要特别去加个reverse reverse 等于 true 然后这边的话老师有针对不同的那个data type 去取得一些呃就是sorted的这个function在使用的时候 然后他会做什么事情 那原则上其实观念都是一样的 你宣告了一个x然后4231然后对他重新排列 那不好意思对他就是用sorted的这个函数 那原则上他就是会变成1234 因为照预设来讲就是由小到大属于生命 但是这边有个 记得这边有个差别 有个那个就是重点就是他是使用list 所以你原本你以为你可能是用一个tuple的 可是经过了一个函数之后 他其实会固定变成list 所以我上面这边其实也有写sorted的他原则上都是固定产生一个新的list 然后来排序 所以不管是tuple啊 然后跟dictionary也是一样 不过dictionary他的有个差别是在于说他只排 t值 那dictionary他的资料形态是key跟value 所以只排t值的话就只会排前面的name跟edge 所以经过了这个sorted的x这样子一个呃 就是一个方法执行之后就会把name跟edge抓出来 然后再做排序排序就排完之后就变成a应该说edge跟name 因为a比较小对应该说a比较前面 然后他是一个阵列list 那最后是sets sets的话这边这边有一个这边都一样 但是有一个比较那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说 呃其实呃sets本身他就会依照那个数字大小 本来就已经是排好的 虽然你一开始x等于45321 可是你先print出来的时候 sets本身就会依照1235这样排出来 对所以你其实到底没有经过这个也没有太大的差异了 那最后一个章节的话是讲那个 就是python有提供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叫做in跟not in 那in跟not in的话主要是用来做判断的 就是例如说某某某某物件或某某的一些参数 参数也可以的 就是一些呃资料形态 有没有在另外一个资料形态里面 或者是没有 那他是类似这样的if判断式 那这个if判断式判断完之后 如果有成立成真就是true 那没有的话就是false 所以老师这边举了一个案例就是 有一个a小a等于大abcd这样子 那如果说这个呃 if大a有没有包含在这个小a里面 对那就是print出来 那print出来说呃这个前面是字串啊 那s快销 所以以这个以这个来讲的话 他如果是in not in 所以啊好 所以这个判断是他其实是这样子就是说 我们先判断这个大a有没有在这个小a里面 那这个大a当然有在小a里面 那如果有的话就是直接就print这一行出来 对那后面的output就等于a is in abcd 就是属于这个小a 那另外一个的话是 这个大a有没有在a里面 对那最后的结果就是 因为他是用not in 所以是不是这个大a不在这个小a里面 对那确实这个条件也成立 那成立之后就print 那print出来就是print出这一行 这个字串这样子 所以整体话来讲就是那个 硬跟那词的是这样的用法 对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 我是Chris 我帮你误通一下下 其实像那个set那边 所以你说他假如说你12345这样任意排 对不对 他还是会排12345 但是其实本身因为他的强调就是不是有序性 所以说这个东西不能把它拿来当作固定的特性 因为你如果去试一下你 如果你的集合今天是1122325 这样去直接把它列印的话 他并不是排1231225 他会变成可能是1232512 他不见得会照顺序 是哦 对 因为那个 因为他有某些特性是有点像是 按照就像你会想有点像你讲的 那个unicode的那个 他那个code的那个代码的大小这样 这样列但是因为他本身居然是无序性的话 也就是说其实你不能用他来当做 就是用一个习惯法 就是当做说他就会照这个顺序 不是这样 而且我之前上另外一个课叫做 Python Deep Dive 那个之前Sky兄有一起上过的 他那个老师就有强调说 像这种无序性的东西 像Dictionary跟Set的话 你可能今天执行的话 他都照这个顺序 可是你可能隔两天 他顺序又变 他隔两天同样的这些程式嘛 一样的执行 可是顺序就跟你上市的不一样 有这个我印象在后面的课程 有一次老师好像有遇到这样的状况 对 他说可能每次都会不一样 然后也说 尤其说你不能把它当做说 可能他习惯上他就是一二三四这样的 好好好 这样有点危险 那样的 好好那我这边再把这个删掉 好谢谢 那大家呃补充的东西 我会再把它加到那个我的笔记里面 对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 或是有问题想问的 那如果都没有的话 我们课程就先到这里 那笔记的原则上 我待会就会更新完成 那就谢谢各位啰 谢谢Justin 好感谢各位 好下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 晚安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